今天是2月18日 今天就走了一圈 看看食屎的情況 去到藍店的門口也看 很多大酒樓都是藍店 看回今天發生什麼事 要改變 很多人進入食屎 如果食屎是準備一台四個人 食屎負責人必須要求顧客 即是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 要掃取QR Code 或者留下資料 如果食屎不打算經營晚市 或者用一台兩個人 就可以做上次的防疫規例經營 問題來了 說明今天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看到一個叫做 其實叫做不安心 登記 的私隱嚴重大問題 怎樣私隱問題呢 看回 有些店舖也都說明 如果沒有這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就可以登記 我看到很多 其實現在很多藍店裡面 我站了幾間 每間站幾分鐘 我看到那些酒樓 很多藍店的食客 沒有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每個人都登記 藍店的做法 做法是用一人一張紙 登記什麼呢 登記你的名字 聯絡電話 到這間店的日期 還有那個時間 四樣東西 登記完之後 一張紙 登記完之後 將一張紙放入一個箱裡 這裏的私隱都還可以保證 另外一件事 有些藍店 我看到有些工作人員 站在門口 站在門口 拿著一個檔案板 夾著一些A4紙 A4紙一間間 這張A4紙 至少寫幾十人 可以登記了幾十個客人的資料 問題來了 店員把這些A4紙 給客人自己寫的 寫完一行 第一行是陳大文 寫完四樣資料 第二件事 叫做李世民 到這張A4紙 你最最後寫了 如果最最後寫的 那你是不是看完 所有客人的所有資料 對嗎 你記住有些人很好記性 可以一紙 一紙就全部記住了 其實這是很嚴重的私隱問題 等於資料是任人看 那我再說回 第二件事 今天有些店 說明一台只可以坐兩個人 這一點 不需要做這件事 說明一台坐兩個人 六點後 如果一台坐兩個人 就需要做這件事 就需要做這件事 說登記資料 或者要掃這個叫做安心出行 那六點之後 繼續堂食 那外賣就不需要 那你看一件事 就說回現在 當你有些人 是裝了這個 所謂應用程式 安心出行 那出現 我看到 也都是一件事 就有些店舖員工 我猜真的有空 可能請多了那些人 就是看他 掃這個叫做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就是看他的電話 我也看到 這是一個問題 是私隱問題 首先 講到一件事 智能手機 你很多私隱 其實現在掃一件事 你都等於一個私隱 智能手機 兩件事 如果機主是自願的 給店員看的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不自願的 店員有沒有資格 開你的手機 要你要求你開鎖 給你的資料 這個店員看 是沒有 甚至去到 這個叫做 香港的公安 都沒有權 即是要你即時解鎖 這個智能手機 看一個叫做 司法覆核的案例 在2017年10月 裁判 這件事發生的是什麼呢 其實這件事就是民陣 在2014年七一遊行的時候 香港公安又是冷捕 冷捕了五名民陣成員 冷捕了五名民陣成員之後 他就沒收了這個智能手機 這個司法覆核的判決是什麼呢 就說法庭判決警方 如果沒有搜查令 是沒有權搜查電子設備 看這裏 下面有Q&A 我看這兩段 就問了 司法覆核的挑戰是什麼呢 他說我們是質疑 這個叫做警察條例 五十五六 究竟警察有沒有權 在沒有法庭的批准下 搜集市民的電子通訊設備內的資料呢 這個下面再問了 判決的重點是什麼呢 答是說 法庭的判決是 警方是沒有權 是沒有權 再說是沒有權 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之下 搜查市民的電子設備 包括智能手機 手機電腦 平板電腦 甚至智能手錶 即是沒有權要求你開鎖 你可以不開鎖 等於雙向 很多人說是不知道的 以為警察可以亂叫你開鎖 你有權不開鎖 說到了 連警察都沒有可能 看你的智能手機裡面的東西 店員更加沒有可能看你的智能手機裡面的東西 對嗎 對嗎 所以這件事大家要知道的 不要把你的屎人資料 不斷披露 現在出現這件事 很多時候 吃東西都不安心 我看到今天做這個登記 很多人 例如藍店 因為很多藍店的飲茶多數上了年多 他們不懂的 即是裝了這個 就算裝了 他們都不懂得用 所以多數都是登記的 甚至我看到藍店 說到要登記是掉頭走的 我看到很多店舖 今早的生意 我走過很多 都是少了很多人 因為要做這件事 很多人都選擇外賣 外賣 即唐食是少了很多人 你看回 你外賣上班 都可能要外賣 甚至有人說 我自己做 做三文治回家吃 回公司吃 甚至 帶飯回公司吃 是嗎 甚至叫外賣 是嗎 對嗎 去到晚上 其實講到明 現在講到明 這個重點是 六點後打後的晚上 這麼晚市 你晚市這麼多限制 還有這麼大的私隱問題 對嗎 那我怎麼安心吃 根本不可能安心吃 老實說 現在經常接到很多電話 都不知道誰打來的 那些電話 如果當你了 可能有些上了年紀的人 寫的資料是真的 那你真的危險 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 根本沒有一個 叫做獨立思考的方式 一打電話來 他告訴你 誰誰 要趕上你的姓名 趕上你的姓名 趕上你這段時間 去到哪裏 現在你就是 可能是兇他的 可能現在我驗出來 是有這個無韻肺炎 跟著 跟著 可能又是 就是說 扔你心口 有些不懂的 如果你給錢 可能會這樣屈他 如果你給錢 就不需要檢疫 不需要去強制隔離 如果你不給錢 就強制隔離 真的這樣兇他都可以 是吧 所以這個是一個叫做 私隱問題之外 漏出來的資料 可能被一些不法之徒 用來欺騙一些銀化族 是吧 你知道現在的銀化族是幾易欺騙的 是吧 甚至他們對這些法律知識 和私隱的知識 根本是零的 所以提醒大家了 記得要注意 是吧 你可以不吃 我建議 如果你登記 我建議登記 要登記 就是店鋪登記那些 我直接叫你不要吃 登記也不要登記 其實很簡單 怎樣分這些店 要登記和不登記 你門口有些店 是貼了這個 所謂安心出行的QR Code 那些店鋪多數要登記 如果沒有貼那些 多數都是廣道明的那些 寫明 寫明 一台只可以坐兩個人 寫明的 在門口 沒有這些QR Code 寫明了 你會選哪些店鋪去光顧呢 自己選擇 記住 這些私隱一流出去 你隨時 破財都不止 還有很多 你想想很多長者 很多銀發族 真的是棺材本來的 棺材本都沒有買 那時候就很嚴重了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 講完